而這一次2014年新日本職業摔角聯盟 安排了超過10場的精彩賽事 特別唯獨在海外有兩場賽事安排在台灣 為了就是要造福我們台灣廣大的摔角民們 要讓各位再次勾起你的鬥魂一同來觀戰 這是我們2014年絕不容錯過的經典賽事 那麼將我們這麼精彩的賽事再次帶回到台灣 讓大家能夠親眼目睹呢 那是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幕後推手 而這位幕後推手就是我們的新日本職業摔角聯盟的會長 堅林植樹先生 那麼現在我們就請各位以熱情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會長堅林植樹先生上台 來和我們這一次的活動做致辭 同時來為我們的賽事做解說 それでは新日本プロセースリンク代表取締機会長 菅谷芝芳さん、Naoki様 どうぞステージにおわがりください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新日本プロレスの菅林植樹です 各位觀眾午安 我是新日本的會長 堅林植樹 再次台灣の地でプロレスの大会ができることを光栄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那我感到非常光榮能夠在台灣再次舉辦新日本的大會 新日本プロレス単体としては20数年ぶりの開催となります 那如果單以新日本來講 這是回避了20幾年的大會 その間に所属選手も随分と変わりました 那在這個漫長的時間裡面 所屬於新日本的選手也換了很多的新面孔 この新しいメンバーで最高のプロレスをお届け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那他希望這些新的選手能夠帶來給各位 非常精彩的全新的摔角比賽 はい どうぞご期待くださ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那這請多位事務以外 非常謝謝大家